蓝姐 嗨 哈喽 各位好 各位好 能看到我们吗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力开学季的畅聊会 我是杨岚 这边是小元 马上就要开学了 不知道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呢 趁着这个暑期的尾巴 特别约了你们的学长小元 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也为即将开学的你们 加加油 打打气 那小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元 很感谢德力和蓝姐的邀请 然后我也很开心 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对 好像 好像是这个 就是要坐下来聊天 而且是谈开学的时候 还是第一次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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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经历过开学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特别不一样 就是我们真正坐下来 来分享开学之前的感悟和 就是来聊聊开学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嗯 好 我们看看这边的这个抱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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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好 那个的确是哈 聊聊开学这事儿 我还觉得挺期待的 哎呀 我都想好像 嗯 虽然 嗯 这个我们是有这个年龄差哈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代人在开学这件事儿上 是有一些相似的意义 嗯 相似的心情 但是呢 其实为开学做的准备却有很多的不同哈 今天来聊的事儿 而且可能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还不太了解哈 我跟小月很有缘分的哈 嗯 我跟小月还是很有缘分的 因为我们都是得利的代言人啊 我算是前辈啊 对 先来聊聊这个开学的事儿 开学的时候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给我描述描述啊 嗯 对 其实我离开学挺接近的 然后开学之前又兴奋又紧张又惨特 因为可以在新的学期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嗯 但是担心开学考试啊 在开学的时候准备做做了怎么样啊 然后又在想开学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挑战 所以说呃 在每一次临近开学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 呃 心情就是无畏杂陈吧 嗯 就是一方面呢 啊 新学期又有会新的朋友啊 然后学到新的东西啊 也越越欲试啊 但是有点告别暑假 有点依依不舍 对对对对 因为知道开始那个那种学系的压力又开始起了 对对对对 是的 你看其实虽然这个年代不同啊 但是大家开学时候的心情呢 是非常 在聊开学这个问题之前 小元应该跟我透露一下最近在座的事情啊 有没有新的作品啊 嗯 最近呢其实我是一直在剧组里面拍戏 但是呃 因为我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今天发了一首新歌叫做 嗯 对 叫做天亮一起追太阳 哦 发的 然后在 嗯 下星期或者是之后 也会连续的发几首其他的歌 然后也一直在工作间 也是在一直写 一直在筹备之后的作品 哦 太棒了 天亮一起追太阳 哎呀 可能很多的这个网友跟我没有这个歌哈 今天的确是有耳福了 因为我们德里直播间的直播当中呢 我们会有机会请小元啊 为我们带来这首新歌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先买一个歌子啊 对对 如果关注我们的直播 相信大家一定会这个耳福的这个机会来听他的新歌哈 那而且我觉得这首新歌也挺适合开学的 对对对 这有一种一种新鲜的那种感觉 嗯 天亮去追逐一种 我也和希望去实现更多的可能性 那种感觉肯定是很棒的啊 但是我一直在想哈小元好像 啊 一直以来这个工作蛮繁忙的啊 对 哎 拍戏 而且是在这个高温的天赐在拍戏啊 首先要慰问一下啊 然后呢就有音歌 我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呀 然后平时太忙了 嗯 我觉得把每件事情都变成我喜欢的事情 唯一我觉得挺幸福的 是因为我有机会去拍戏 然后唱歌 嗯 嗯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事情 嗯 我在这个里面确实有些时候 会很辛苦 但是我一想 呃我幸福以后可以带来好的作品 就是 把我的名字一庆祝 就有回报 嗯 这就是呃很值得的事情 嗯 没错 其实从这个 每个人的程度来说 是这样啊 当你是发自内心的 有一种动力 啊 去啊 做事情的时候 嗯 其实呢 是会有很多的创造力 嗯 而且呢 你会觉得 不仅仅是有辛苦啊 更多是有快乐啊 啊 还有乐趣啊 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开学的时候 也是 啊吧 都能够啊 在当中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这个 这个乐趣所在啊 啊 那其实小元呢 除了演技啊 唱歌啊 然后她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创作者哈 啊 你看她也在写自己的专栏 我就看到你写的那个成长的量变和质变 哎 我挺感的啊 因为我觉得在你的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可能当时还没有那么有意识的 去总结自己成长的一面 但是你已经开始在这种自我的观察 嗯 啊 还有啊 这种总结 我觉得很棒的 啊 跟我分享一下最近写的这一篇 成长的内编和质变 就是我觉得所有在专栏里面写的 其实嗯 它跟 包括因为我也在有写歌 嗯 然后我取这个事情 就是 其实我非常非常呃 嗯 感谢有这种机会 杂志可以愿意让我去上面记录一下 我的最近的见闻 所思所想 嗯 我觉得它和写歌是 其实是一样道理 它其实是记录你生活中的一些 呃 碎片 一些灵感 一些见闻 但是 确实 但是那个形式不一样 对吧 而且它能够呃 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有 有不同的那种感受 歌上它就是很凝练的啊 然后呢 这个写东西的时候 又会比较完整一点 嗯 对吧 对 而且我觉得 确实我和一些很呃 一些作家来比我就是呃 呃 完全就是太露窃了 就是 不会 太生涩了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你现在写出来的东西 像一个九十岁的老爷爷那么老到 反而觉得很奇怪 就是 其实就是真实的记录 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一种真实的体验 就是那种真实感是最最可贵的 所以我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愿意去看我 我所写的一些 呃 相当于随笔吧 嗯 对 我看你又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攀登者哈 其实攀登者还是会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很多挑战和困难的 但是登上山顶的时候 你看到的风景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 所以我觉得呃 那个特别为小人感到骄傲啊 就是能够不断的去攀登 然后不断的去创造和创作 留下自己成长的足迹特别棒 嗯 其实蓝姐我也呃 呃 特别佩服您的一点是 就是呃 您一直也是在不断的突破自己 然后探索新的领域 嗯 然后一直是能够以一种很开放 然后的开放的心态去呃 呃 学习接受新的事物 就作为后辈 其实我想向您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嗯 就是呃 呃 想也是替我们直播里面的观众 我们的同学们来向您取取经 嗯 就在新学期大家肯定会难免遇到呃 不安 然后也有期待 想问问您对这件事情呃 呃 怎么看 有什么办法让大家以更好的一个心态来面对呢 哦 这个问题啊 我倒没有想过哈 新的学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你知道吗 我就是一个呃 呃 对不确定的事情 或者不知道的事情 特别好奇的一个人 呃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啊 叫做提问 我就是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 呃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带有一种探索和发现的眼光去看待一段新的经历就好了 呃 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也不必呢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其实刚才小元说的很好 就是当你能够在这种成长和探索当中获得乐趣的话 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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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 呃 其实新的学习要开始了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交到一个新的朋友 嗯 然后学到一些新的技能和方法 啊 在这个当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嗯 谢谢兰姐的分享 我相信这些建议我们直播里面的同学 包括我也一样就是受益匪浅 对 就是每天前进一小步就很好啊 就是不断保持一种向前的一种姿态 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好好的享受青春 享受学习的过程 因为这一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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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的那个课程表 让它抄下来 然后放在那个文具盒的里边 是吧 但我不知道小元 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开学有会 有没有一些仪式感 这个还真的有 就跟您说的一样 把课程表写在文具盒 还包书瓶 这也是都干过 然后我记得 每一次新学期开始之前 我的习惯就是要 去采购很多新文具 因为我觉得新学期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能学到新的知识 然后交到新的朋友 然后也是一个新的状态 所以说当时就是会 想修正袋 然后尺子笔文具盒 然后什么的都是 需要买齐的 对对对 没错就是好像装备起来 像个士兵一样 有带上新的装备 奔赴自己的战场 然后你看 其实每一代人 他们的文具用的很不一样 像当然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卷笔刀 但是就没有自动的卷笔刀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会比谁用 那个铅笔刀 削出来的铅笔 最尖 对最匀称 然后就小伙伴们 会互相来比较一下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具盒 也很简单 都是那种铁皮的那种 而且很容易 被砸出一个坑 但是后来等到我女儿 她们上学的时候 那已经文具 非常的琳琅满目了 很多都能够带来一种 新的学习的体验 这样看起来 这个文具 真的是陪伴着我们 开学的这种经验 和开学的这种回忆 就是不管是对哪一代人 就是文具真的是陪伴了 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新学期 而且上面会留下 我们很多的这个 这个记忆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我记得经常 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橡皮 有那种专门的橡皮擦 也有一种是在那个 铅笔头上的那种橡皮擦 然后有的时候 绞尽脑汁想那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地去咬那个小橡皮 咬掉了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经历 带橡皮的铅笔 第二天橡皮都不咬 是吧 而且那个铅笔 那上面橡皮的那排面 是不是会咬那个牙印 对对对 就是想想有很多的这个记忆 觉得很好玩 那那个小元 既然你代言了这个得力 我接下来就要有一些 小小的这个考验 没问题 好不好 我会给你一些这个提面 就叫汤面 然后你也可以来问我五个问题 我只会回答你是或不是 然后你要猜出来这件文具 得力的文具是什么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来接受一下挑战 我相信我对得力的了解 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先来选 先抽一个 得力红好 这样你要先把眼睛闭起来 因为我会把这个答案呢 公布给我们的网友们看到 然后你不能看哦 网友们也不要这个忍不住 给他发提示哦 我们来做一下小小的测试啊 好 稍等啊 哦 看看啊 看到吗 看清楚了哈 好 那我把这个答案收起来 好 好 可以 你可以开始问我问题了 好 五个啊 好 我来猜一猜 嗯 嗯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蓝姐 是这个东西是彩色的吗 这个东西是可以有彩色的 哦 这个很模糊 我想想 那第二个问题 它是在上课时候使用的吗 上课的时候 可以使用 是的 对 我只能回答是的 是的 那它是用来写字的吗 不是的 不是的 那不是笔 嗯 那和写字有关系吗 有 是的 哦 嗯 它已经四个问题了 四个问题 哇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问题有点难了 嗯 它是 橡皮吗 不是 哦 那就问完了 问完了 那因为你 最后一次借我来猜一猜 嗯 跟写字有关系的 嗯 不是橡皮 嗯 然后 可以是有五颜六色的 可以是有五颜六色的 嗯 那就是 那就是笔了 可是不是笔 啊 我看说不是用来写字的 嗯 那就算 算了算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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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刚才看到这个答案 的确是有点难度啊 嗯 来看一下 哦 修正带 修正带 嗯 所以你看下边有这个修正带的确是可以有不同颜色的 嗯 它不是用来写字的但是跟写字有关系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好 这一次继续要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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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请你再闭上眼睛 这个又有一定难度哦 大家看到这个答案了吗 好 好 好 你可以问了 那我 这次我就 对 直接问 来 花筒靠近一些 嗯 非常狠的问题啊 好 来 呃 蓝姐它是笔吗 不是 哦 不是笔 呃 对不起 对不起 呃 它 它可以算是一种 是一种笔 是 是 是一种笔 是 它是 它画出来的 呃 写出来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的吗 是 哦 那 那笔可多了啊 嗯 嗯 那 它是 它的颜色有很多种吗 你刚才问了这个问题 再换一个问题 嗯 是 它是 它有 它有各种颜色 各种颜色 嗯 它是笔 嗯 它是 马克笔吗 它是 是马克笔 哦 那我是不是猜对了 那不是 还有 还有两个问题的机会 还有两个问题的机会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再具体一点 嗯 你知道得力生产的文具 就是笔 都有 那都是有多少 成千上万种的啊 嗯 是 那我觉得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呼之欲出了 四个问题就已经猜到了 就已经猜到了 对 的确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哎 完全对 水性马克笔 水性马克笔 啊 来来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圆 呱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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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就在我们 而且就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就摆着 对 你可以来试一试 好 你刚才前面呢 因为 呃 没有猜出第一个答案 所以呢 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 带来一点小小的惊喜和补偿 对不对 好的好的 我建议你可以画个画给大家 好 好不好 这个是你选一个 选一个颜色 那我就用一个绿色吧 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对 我这个我先帮你拿着 你给大家画 我就直接画在我的手上 然后给大家 直接就画手上了 哇 好有诚意 啊 因为今天出的歌叫 嗯 追太阳 然后也就画一个 画一个太阳吧 然后最近确实 很多地方也高温 希望大家能够 注意防晒 注意防晒保重 好 照顾好自己 对 好 一个绿色的小太阳 哎 可爱 让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这样 哎 哎 哎 好 好 可以看到了 哦 一个好可爱的 小太阳 哎呀 但是呢 其实通常如果是这个用马克笔在皮肤上这样画 或者有的时候在家具的表面画的话 是会留下那个痕迹很难洗掉的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你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现在可以擦掉吗 对 现在就像大家如果说画在纸上 或者在手上 它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被搓掉或者怎么样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如果我们用湿纸巾来擦拭的话就是会擦得非常干净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哎 真的耶 对 哎 擦得非常干净 完全不留痕迹 对 完全不留痕迹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马克笔有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画到了那个家具上 对 衣服上 然后或者是皮肤上的时候都会很难去清洗 但是得力的水洗马克笔呢 却可以非常轻易的就用湿纸巾就可以把它擦掉 是不是很棒啊 那今天呢其实也把这个水洗马克笔呢推荐给大家 当然了在开场的时候也有这个粉丝朋友来问 说在这个开学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好物推荐 那刚才小元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水洗的马克笔 其实我在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一款的得力彩色打印机 那为什么特别要介绍这个这一款彩色打印机呢 因为我觉得作为国人非常的骄傲啊 得力是我们的国货之光 因为这一台彩色打印机啊 它是由我们国家这个自主的研发的 对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彩色打印机 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国外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垄断 所以是非常值得国人为之骄傲的 同时啊这一台打印机呢还搭配了一款得力护眼 复印纸啊大家要看到的这个纸张啊 实际上它不是那种雪白雪白刺眼的 而是带有一点一定的这个淡黄色呢 它对眼睛就非常的柔和 嗯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放在这个打印机上的纸啊 对你看这个纸张的颜色 它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雪白 而是一种非常柔和的白色 所以它的这个白度 还有它的这个厚度啊 都是对我们的这个视力是有保护作用的 可以缓解眼部的疲劳 那个给大家一个更加舒适和健康的学习环境 嗯那小元你又没有一些新的开学好物 我推荐给大家呢 确实是有的 然后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这个是来自得利的电动文具套装 来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很适合女生啊 它是一个很粉的颜色 然后在这里呢有我们的铅笔 然后有很多东西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铅笔 然后电动卷笔刀 还有就是可以把那个碎屑给吸走 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吸尘器一样 对对对对 就我相信有不少观众朋友们 对电动文具其实是有所了解的 它真的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学习效率 就是可以成为你的新学习好帮手 如果当年我上学的时候 电动文具就好了 成绩肯定层层往上涨 对的确啊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文具有很多这种新的这种它的使用的这种环境啊 是跟过去是有所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键盘上面 如果留下了一些铅笔屑啊 对对对对 或者有一些灰尘啊 你很难用手去把它清洗干净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需要有一些电动的小的吸尘器 是适合文具的表面的这种清洁的啊 那也是让自己的这种学习环境是非常的清洁 非常的健康的啊 也是很适合这个开学的时候准备的好物 而且我觉得要家长朋友们看到的话 把它作为一个开学的礼品 送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朋友的孩子 也是很好的一份礼物 是的 而且今天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好物推荐 大家可以看这边 这个呢是给小朋友带来的一个饺姿好物 有坐姿矫正器和饺姿带 饺姿器呢可以放在桌子上面 保持端正的坐姿 而且它可以一键调整 就使用非常方便 那这个饺姿装备 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好的坐姿 然后也可以预防近视 所以说真的真心的推荐给每一个需要的同学们 这真的挺棒的 你知道我也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老爷跟他说坐直了坐直了 一个是不要养成驼背的习惯 另外呢也是怕他的确是凑得太近了 写字容易近视 那么像这样饺姿的这种小帮手 的确可以帮到孩子们 当然也就是帮到父母们了 小元真的是非常贴心 也要感谢德力文具的设计的巧思 能够在不经意间非常方便的就帮助到孩子们 无论是他们的学习环境 还是做功课的姿态 都有想到他们的这个需求 也希望能够陪伴孩子们在新的学期 有非常美好的这种体验和回忆 那期待今天推荐的德力文具 可以真正帮助我们的同学们 那同时呢 今天德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喜的礼物 德力开学补给包 稍后会放在我们屏幕左上角的福袋当中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领哦 那在我们唱聊会之前呢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粉丝朋友的来信和提问 我们在这儿呢 也抽取一些 然后让小元跟大家来做更进一步的交流 好的 好 这有个问题 这位粉丝来信说了 刚刚经历了中考 辛苦辛苦啊 开学就是高一了 那期待的是新的环境 新的同学老师 新的学习模式 但是也有一些烦恼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好更快的融入 一个新的班级体系往原格翻牌 谢谢 然后 其实我觉得心态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放松的心态去面对新的学习到来 新的班级 新的同学 新的老师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快的能够去适应 新的 但是可能新的学习模式 因为从初中到高中 有一个新的学习模式 新的知识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你在前区去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来应对以后的挑战 当然我觉得 除此之外 就是你的学习兴趣上面 在你的学习和兴趣上面 其实多和同学老师交流 也能帮助你更快的跟他们熟起来 然后顺其自然 放松就好了 对 特别棒 谢谢小元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这是一位北方的同学 他说新学期 我这个北方人就要去南方上学了 那边的生活让我期待 但是小烦恼是怕自己适应不了 你看 大家都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多多少少有点忐忑 那么这位网友就说 这些未知让我又期待又担忧 不知道王源哥哥 当初在面对一些未知的情况 或者是新的环境的时候 是如何去解决的呢 心态是如何调整的呢 对 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 因为你 对 就是蛮有趣的 因为要从北方到南方去上学 其实把它当做一个挑战 但是要轻松的面对挑战 比如说你会很担心 到了南方吃东西吃不惯 或者生活习惯 包括气候差异 但是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新奇的事情 你想 我去南方可以吃到很多美食 认识很多南方的朋友 有一些新的生活习惯 进入你的生活 其实也很酷 那在新学期 也会有一些新的学习方法 你就不断地暗示自己 然后去提前做好准备 准备充分了 应该就会更加坦然 对 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加大了自己行动的半径 对不对 你可以见识到更多的人 看到更大的世界 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获得更多的机会 去展示自己的才能 多棒啊 那我觉得小元的这个建议都挺好的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问题 这是给我的 那这一看呢 就是一个家长的问题 那我来回答一下 他说杨文老师 我的女儿就要开学了 作为妈妈希望她取得好的成绩 健康快乐成长 但是又担心呢 我的期待会给她带来太多的压力 是否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呢 当然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做父母的就是这样 一方面呢想鼓励孩子 又怕自己鼓励的多了 会不会反而给孩子压力呢 那我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一个建议就是 更好的去陪伴 你比如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呀 她写作业 我呢这时候 并不会过多的去 帮助她写作业 但是我会拿一本书 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安静的来看 这样呢给她形成一个 很有专注力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那她看到妈妈也很爱读书 妈妈也很爱学习 她也会专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要每一道题都来问妈妈 所以我想你可以跟孩子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 好那今天回答了 这三个问题之后呀 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直播间 给我们所有的即将要开学的同学们 写上我们的计语 我和小元各写一句话给大家 好的好的 安静您先写 好我先写 这个笔 我先来看 这个笔一下 想想写什么好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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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写的有点长 我说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出发去寻找这世界的精彩 然后我写上我的名字 好 把同样的卡片给小元 那我来写一个 你要写一句话 好 小元也给大家写下寄语 签名 好期待哦 大家是不是都想看看啊 小元给同学们写了什么样的寄语 你来说一下吧 对 我写 好 我写的是天亮一起去追太阳 想做什么就做呀 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发的歌里面的一个歌词 歌词 但我觉得就是在临近开学的时候 这首歌 这个歌词 我觉得把它送给大家当作寄语 也很合适 就是就像姐您说的 每天太阳都是新的 然后我们要每天都有 能够在天不亮之前起来追太阳的勇气 和去突破自己的界限 然后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的力量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追 疯狂的事情就是不睡觉 天没亮就起来 还先保证睡眠 好 所以我们大家给大家的这个寄语 小元写的是天亮一起去追太阳 想做什么就做呀 我写的是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出发寻找这世界的精彩 看来都有一点鼓励大家向外奔跑的意思 那说到这儿呢 就要回到我们开头留下的那个悬念了 小元今天有了自己的新歌 而且发布了这首新歌 那首先要把它呢 可以带给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 是不是先请小元来轻唱几句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就从副歌开始唱 天亮一起去追太阳 想做什么就做呀 这个世界真真假假 不信自己最可怕 对 这个世界真真假假 不信自己最可怕 对 所以要相信自己 然后去奔跑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去体验 不要害怕跌倒 其实这种奔跑的过程啊 每一步都是算数的啊 小元的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棒 就像我前面说的 很适合开学期的时候 大家来传唱啊 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灵感和力量 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新学期的话题 最后呢也要再次 祝各位同学还有家长朋友们 在新的学期都能够在得力的陪伴下 过得充实愉快收获满满 最后呢也要再感谢大家 这半个多小时的陪伴 谢谢小元 我们今天的得力开学季的唱聊会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大家继续加油哦 对 谢谢蓝姐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 在这里来看我们的剧播 祝大家新学期快乐 然后早点睡 晚安 再见